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是几年前死掉的表兄 醉酒后脑子有些不清醒 就拉着表兄找了个酒馆队引起来 席间得知表兄在殷私当了差 就好奇问起了自己的生死 他表兄也没隐瞒 皱着眉头把他死后要遭遇的事告诉了他 实不相瞒 你的名字列在了黑暗狱中 你积了不少的恶业 死后要受大苦的 那有什么办法破解一下吗 戒掉恶习多行善事 死后能少受些苦 带生一听有些害怕 便要求表兄帮他想个办法 表兄说他多年放浪行海 一时也很难改变 还要多多约束自己才好 四日天明 九宝叫醒了他 已经不见表兄踪影 可表兄的话却言犹在耳 戴生惧怕死后受炼狱之苦 回到家后还真约束起自己来 每日读书足不出户 偶尔外出赏赏风景 银银湿 他可不知道 邻人早就等待时机 想报复于他 那一日 邻人尾随他至山边 装作偶遇 邀他供上七景 来到了山下的一处荒景 又使戴生向井中张望 趁其不备 在背后猛地一推 戴生没有防备 跌入了深井之中 邻人骂了几声 扬长而去 戴生跌入井底 虽侥幸未死 却也摔得不轻 锦里失滑 他又爬不上去 只能高声呼救 邻人怕被人发现 隔天又来查看 听到戴生在井底呼救 忙往井里扔石头 然后又用土掩埋 戴生只能躲到旁边的小洞里 为了求生 他沿小洞向里爬 直到爬到水边 无路可走 这才停下 无计可施之事 只能寄希望于神佛 他盘膝而坐 念起佛经 也不知过了多久 远处洞中飘来 银银鬼魂 每一团鬼火之中 都有一个小人的鬼魂 戴生撞起胆子 问他们从何而来 那些鬼魂原来都是矿工 死于矿难 说是当年矿主贪心 让他们无度开采 结果惊扰了乡林的 龙飞相公墓 龙飞相公引来洪水 淹了矿洞 矿下四十二人 无意生还 葬身水底 因尸骨难见天日 只能困于井下 正谈话间 打从远处洞中 飞来一串红灯笼 那些冤魂浮着带生 踏水而行 问起这龙飞相公的来历 那些孤魂也说不大清楚 行了有半里多地 离开了水面 来到一处高阶大宅 屋内燃有一人多高的蜡烛 有一文人老者迎了出来 相谈之下 竟是他同宗的仙人 你献安心住在这里 自有你的出头之日 龙飞相公让他留了下来 代声每日与书为伴 这一读就是几年的时间 心性也大变 变得沉稳明智 转眼间就过去了三年 龙飞相公告诉他 可以回去了 又交代了他一些事情 你重回人世的机会来了 让他们带你回到井底吧 由矿下鬼魂 把他送回到了井下 掩埋的矿井被人挖开 看到了被掩埋三年 却还活着的代声 原来是由金主买下了矿泉 重新开采 这才让代声重建了天日 代声被家人接回家中 一年后才醒来 他出资挖住了井下 矿工们的空谷 择地安葬 又按龙飞相公交代 将他与矿坑相邻的墓葬 前置风水宝地 时常祭拜 那位害他的林人 被下了大雨 等他出来的时候 已经落魄不堪 还被打折了一条腿 代声也没有追究他 而是饱读诗书 取得了功名 矿中三年 可谓是脱胎换骨 如获新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